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欢迎收看恒林在线 胆固醇过高是常见的都市病 有些人即使做很多运动 控制饮食 但胆固醇的水平都没有大幅下降 这种情况可能就是有家族性高胆固醇 我们请来香港大学医学院内科学系临床教授肖仲华医生 为我们讲解 萧医生你好 你好 萧医生 其实根据卫生署去年的调查 其实推算香港有差不多290万人 是胆固醇超标 但其实根据医学界所说 其实饮食的影响只占三成左右 其实是什么导致高胆固醇 一般来说高胆固醇 我们都很集中说坏的胆固醇 或者看医学报告就是低密度胆固醇过高 这些低密度胆固醇很有趣的 我们大部分的可能七成至八成 都是身体肝脏制造出来 因为它本身有生理的需要 比如说生长或者做一些细胞膜的需要 或者是荷尔蒙的需要 剩下来大概20-30%是我们进食 而可以引起它高的 那你说为什么那些人本身 饮食已经很折制了 那为什么胆固醇仍然会高呢 那就是可能它本身的遗传 令它胆固醇的制造是多的 来到这样的情况 刚才先生有提到 其实有坏胆固醇和好胆固醇 但譬如我们做生产检查的时候 看到的是否都会分析到好坏 一般来说我们都有三个数字 或者四个数字 一个叫做总胆固醇 不管是好坏 都会加在一起 有时候有些误导性 因为有些人是好胆固醇很多 或者是坏胆固醇很多 有时候会令到我们搞错了 但是在报告上 比较难得明白 因为它没有好和坏 这个字 它只有一个叫高密度 或者叫低密度 这个字 其实很容易 如果名字叫低密度 我们希望它越低越好 因为它是坏蛋来的 如果名字叫高密度 我就希望它越高越好 因为那是好东西 容易一些 方便我们自己去了解 所以如果我们说是 胆固醇过高 我们也是说 坏胆固醇 低密度的胆固醇过高 其实胆固醇 最主要都是怕影响 心血管病 例如我们全身的动物 会不会人质有硬化 会人质有阻塞 如果真的发生 就会人质观心病 或者叫心脏病法 或者有时候要通波仔 或者是脑血管病 引致有中风的情况 这些就是我们看到的问题 那么它的风险 是高了多少呢 如果我真的患上 这个家族性的 胆固醇 和一般人 一般来说 如果我是没有家族性的 胆固醇过高 蓝肆大概病法的中位属 或者心脏病 可能是50多岁 至60岁 开始高峰期 开始上升了 如果是有这个家族性遗传 也会被人早10至15年 就是他30多岁 40岁 就已经有心脏病法 或者已经要通波仔 那女士就认为 是被男士迟5至10年的 那女士的高峰 可能是开始上升了 就是60岁以后 但如果有家族性胆固醇的情人 的病人 可能就是 大概是40岁尾 50岁头 就已经开始有问题 所以他被一般人早了十多年 但是医生刚才说 家族性胆固醇 其实我们都很担心 其实他是以什麽方法为存 他会不会说 譬如我爸爸妈妈没有 但譬如我爷爷那些有的 会不会有这样的遗传来呢 他全部都是属于一些 每一代都会有的遗传 但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有的 例如我的家族是有这样的情况 我有这样的情况 而我的小朋友可能有一半的机会 可能两个就会有一个 就会患上这个情况 那没有的就当然是安全 那就是会有那个 大概是这样的 那但是没有办法去改变呢 那这个呢 第一件事呢 我们要知道 他是不是有这个病 如果他家族是有这样的病史 那其实他们家人 都应该在比较年轻的时候 就是偵查到有没有这个样东西 那如果真是说 很容易抄到血法 那个胆固醇真的很高 是和这个 家族性胆固醇吻合的话 那很早的时候用药 那我们是可以将他发生 就是心血管病的时候 延迟到和一般人相若的时间 但是就要很早地用药了 那医生 那医生可否也说一下 会不会有一些 这支家族性胆固醇的个案呢 可能你的印象 是真的比较深刻一些的 就是一个男士来的 那他可能就四十多岁了 那他进去就说急性心脏病發 那就帮他做完通波仔 真是塞得很重要的 那做完之后呢 那大家就觉得 都是正常地处理 那我们就用一般的药 胆固醇 他丁去帮他降低 那他的胆固醇回来 就差不多到八个坏的胆固醇 那才发觉 原来他有个可能 是这样的 家族性胆固醇的风险 那当时呢 我们去巡访的时候看 不是啊 他还有其他身体的表征 原来呢 在他的手肘啊 和在脚肘啊 那里呢 的根肩已经是粗了 厚了 那有些我叫做 根肩黄柳的东西出现 其实那些就是胆固醇的 在他的眼睛那里呢 在角膜上面呢 有个叫角膜弧 就好像一个圈那样的东西 那这个呢 其实呢 臨床上面呢 如果我们一早很留意呢 都会见到 他已经有一些叫做 家族性胆固醇的情况 那接着就问清楚了 其实他整家 有些人已经是通过波仔了 那再帮他追下去的时候 我发觉他整个家庭 就刚才所说了 有一半的兄弟姊妹 是有这个情况的 那很幸运的地方呢 就是他就立刻帮他的 兄弟姊妹做一些检查 那有一两个呢 都真的同时有关心病 不过就没有心脏病法 那就可以及早处理了 刚才说到那个病人呢 他胆固醇去到8 那其实我们怎样才知道 就是他超标多少呢 那我们说标准胆固醇 多少才是最帅仔呢 那数字呢 那胆固醇的标准呢 很多时候都是有些误度的 看那些检查的报告 因为呢他可能有一个 叫做正常范围 或者叫做一个参考范围 那很多时候呢 都用统计的办法去计算出来的 例如我统计出来 例如说是正常人呢 每一百个是多少至多少 那可能说是3.1 3.2 他都觉得是正常的 那但是呢 这个是每个人都不同的 因为正常范围不等于好的 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说 如果是香港的男士 1米7是叫做标准呢 那我会希望1米8 因为会好看一点嘛 那所以呢 正常或者正常范围 不等于是好的 如果一个人是有家族性胆固醇的话 他未病發之前 我们希望他去控制 他的怀胆固醇是2.6以下 如果刚才我说的病人 他已经出现了心脏病患呢 他要在1.8 或者再低一些以下 去避免他再次有病發 那所以那个胆固醇 那个叫做 我叫做目标的水平呢 其实呢 就和每个人的身体的状况有关系的 那医生啊 其实如果胆固醇过高了 那我们都想知道 努力一点 控制回去嘛 那但是呢 其实多做运动 和控制饮食呢 可以有几大帮助呢 那这两个都是一个重要的 都是帮助到我们的 不过是个程度问题了 那如果你说我是一般的胆固醇 那个高 那我是与靠做运动 那其实呢 是可以 最重要呢 是提升到那个叫好胆固醇 高密度胆固醇 那这个就重要 因为我们一般的药物呢 就帮好胆固醇的那些 就不是太多的 那但是呢 对于降低那个坏胆固醇呢 就不是说很大帮助 可能说是5-10%左右 而在饮食方面呢 刚才我们说过了 它可能是佔25%到30% 就算我好像苦行症那样 什么都不吃呢 那或者是不吃动物性脂肪呢 那其实都帮助不大 有这个可能性的 那所以在你的基数呢 如果我一开始是 我目的是2.6 那我只是3.0 或者3.1的话呢 可能我饮食都已经做得到 到这个水平 我的要求的水平是低到1.9 或者是以下 或者是1.5以下的话呢 基本上我都一定要靠药物 才可以帮到手 医生 刚才也有提到药物治疗 但是都想知道 其实譬如一般人 和譬如如果是有遗传因素的病人 他们的治疗方法 会不会有些什么不同的呢 那有两个大的不同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目标 水平不同 如果一般人呢 我们未必说 把胆固醇很早降到很低 因为他们的风险是低的 尤其是他们未有出现观心病 或者未有中风的可能性 不过如果是有遗传性 胆固醇高的人呢 他们有两个特点的 第一 胆固醇 壞胆固醇很高 第二 他们很小时 嬰儿的时候 已经浸在一个很高的胆固醇水平 比我们一般人早了10年 20年 所以我们的治疗会 会往往早一点 可能是在清孽期的时候 已经开始用药了 而我们希望他很早已经降到2.6以下 如果是一般人的话 我们就可能说 去到他真的有病法 或者是胆固醇高于某一个水平 真的我们觉得风险是相对高 或者他有其他因素 例如糖尿病 高血压 那些我就会更加进取去用药 以往 我们讲的是 五六年前 有些病人真的说 家族性很厉害的那些情况 我们要用血液透色的方法 有点小时我们洗腎的方法 就是洗走一些胆固醇 然后那段时间 他可能会再 会高回去洗腎 其实不是洗腎 就是洗走一些胆固醇 近年就有些新的办法 用一些生物制剂 就可以将坏的胆固醇 可能去到一个 我们叫理想的水平 以往我们医不到的病 现在都可以医得到 好 今集很多谢萧医生 为我们讲解 今集时间有够了 下集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